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来讨论 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了 什么叫做睡眠呼吸宗旨 然后它有哪一些定义 那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呼吸宗旨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呼吸模式的改变 那再来我们就要来探讨 哪些原因会造成睡眠呼吸宗旨 还有它在发生睡眠呼吸宗旨 这样的一个病人身上 我们会观察到哪些症状 还有哪些临床上面 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除了睡前饮酒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抽烟 因为抽烟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上呼吸道的 这些呼吸道的黏膜的一个慢性的发炎 跟肿胀的情况 那还有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很多人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鼻子的冲血肿胀 鼻塞的情况 那因为鼻子的阻塞 很容易就会导致我们的脏口呼吸 那脏口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很容易往后移动 也会造成阻塞 那还有一个就是本身呢 它可能有一些慢性的咽喉炎 甚至所谓长期的一个扁桃腺发炎的情况 所以在我们咽喉的扁桃腺 如果比较大的时候 也很容易造成上呼吸道的阻塞 那这些呢 都会造成上呼吸道里面的一个空间的结构 变得比较狭窄 所以就很容易增加我们发生 这个OSA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那我们就来看几个临床上常见的 第一个呢 我们就把这个是因为病人的下巴后缩 这个Retrognathia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算是病人呢 是瘦瘦的 没有什么鼻子的问题 可是因为它下巴呢 是比较后缩的 所以它先天上的结构来讲 它的这个上呼吸道 咽喉的地方 空间就会比一般的人 还要窄得多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一个Marco-Glosia 那这个呢 指的就是舌头比一般的人 还要肥厚的情况 那在临床上面呢 有一些疾病的人 他常常就会合并 舌头是有比较大的现象 包括呢 这个Dung Syndrome 就是糖氏症 那还有呢 这个甲状腺机能不足 Hypothyroidism 那或者呢 是一个所谓枝端肥大症 它就叫Acromegaly 那这样的人呢 他的舌头呢 会比一般的人还要肥厚 那比较肥厚的舌头 就很容易会造成 商户机到空间狭窄的一个情况 那还有呢 就是他的颈围是比较粗的 那一般我们会 怎么样叫做颈围比较粗 我们会在脖子上面去量 他的一个圆周径 看他是一个多少的一个长度 那一般男生呢 如果超过17寸 那女生超过16寸呢 这个都是代表是脖子是比较粗的 那这种情况呢 就很可能 他的这个脖子比较粗呢 指的并不是里面空间比较大 而是脖子比较粗呢 他整个包括他脖子里面的整个的管壁 实际上是比较厚的 所以那里面的空间呢 是比较狭窄 那当然这个脖子的粗细呢 随着他的体重的增加 也会明显的影响到他的脖子 所以呢 越肥胖的人通常脖子也会比较粗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鼻中隔弯曲 Natal septum deviation 那鼻中隔弯曲 为什么会造成睡眠呼吸中止 就是恶化他OUSA的这个严重度呢 这是因为 如果各位同学去注意一下 你的鼻子的呼吸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的鼻子呢 经常总是有一边比较通 一边比较不通 那这样的情况呢 通常大概一个多小时呢 他就会交替一次 比如说本来是左边比较通 那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呢 就会变成右边比较通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如果这个人有鼻中隔弯曲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本来有一边比较 本来空间就是比较大 一边比较小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如果当他是空间比较大的那边呢 是处在是一个呼吸比较不顺的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很可能两边通常呼吸都不顺了 那两边都呼吸都不顺的时候 在睡觉的时候呢 鼻子不通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他就会变成是脏口呼吸 那脏口呼吸呢 舌头很容易往后移动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上呼吸道的一个狭窄 跟阻塞的现象 所以呢 鼻中隔弯曲的人呢 就算他其他不是肥胖的病人 也不是下巴后缩的病人呢 光这个鼻子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也会增加他得到OSA的几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来从外观可以很简单的去看这个人呢 有没有可能有发生OSA的一个机会呢 我们有时候就可以请病人把嘴巴打开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名字 我们把它叫做Malempati score 那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评分的一个机制 那这样子的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呢 它有分成四个不同的一个分类 那Class1的话呢 的结构跟Class4呢 各位可以看到 比较起来就是Class1呢 我们可以看的这个结构 会看的比较清楚 那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呢 早期是放在我们要帮病人呢 做气管插管的时候的一个简单 或者是容易 或者是比较困难插管的一个 一个评估的方式 Class1的话呢 因为它的结构看起来空间都很大 很清楚 要插管就比较容易 那大家慢慢就发现呢 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分类呢 也会跟睡眠呼吸中止有很大的相关性 那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我们如果是Class1呢 我们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五个结构 就是包含了舌头 然后还有包含了 它的两边的这个tonsol 就是我们的扁桃线 那还有呢 上耳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硬耳 还有后面的这个软耳 那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Evra 就是我们的这个悬涌锤 所以呢 Class1可以清楚的看到五个结构 那如果是Class4的话呢 大概就只能看到舌头 那前面的硬耳 还有后面的软耳 看到一点点 那这样的空间 比较狭窄的病人呢 他发生OUSA的几率呢 就会比Class1的人 明显高很多 所以这个是呢 我们可以请病人 我们除了看他的外观 有没有下巴后缩 有没有鼻子的这些问题以外呢 我们可以请他把嘴巴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呢 他的这个马铃帕利斯高大概是属于哪一种Class 也可以去评估他发生OUSA的一个几率是不是很高 那刚刚我们提过了 哪些是一个发生阻塞型睡眠呼吸种子的一个Risk Factor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 这个比例是比较低 大概占所有的睡眠呼吸障碍里面 大概只有占10%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Central Sleep Amnea 那所谓的Central Sleep Amnea指的就是呢 我们的呼吸中枢的出了问题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发生病人在睡眠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对于呼吸的一个情况就发生有停止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发生停止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的上呼吸道的狭窄或松弛造成的一个阻塞 而是病人的呼吸中枢 在睡觉的时候呢 就停止呼吸 然后停止呼吸之后呢 当发生氧气过低或者是二氧发生过高呢 才会回来再刺激我们的呼吸中枢 然后才重新回复呼吸的一个状态 那哪些情况呢 会出现所谓的Central Sleep Amnea呢 既然是一个跟呼吸中枢有关系的 所以就很可能会跟脑部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有关系 那就包含了所谓的这个Brain Injury 他可能是各种外伤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受伤 那或者呢 病人是一个Stroke 发生了中风 那或者呢 本身呢是一个所谓的脑干 Brain Stem的一些病变 那或者是他本身呢可能是因为感染 可能是因为一些代谢的一些产物造成的一些脑部的一个发炎的情况 就所谓的Encephalitis 那或者他本身就就有一些呢 是属于比较退化的一些所谓的Neuro Degenerative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可能是包含他的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纪变大 或者过去发生过一些中风其他的原因造成一些神经退化的一些疾病 也会影响到他的呼吸中枢 那或者呢 病人呢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可能是用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 他可能去治疗他的这个颈部 可能是因为肿瘤或其他的原因 然后的一个放射的治疗 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的一个传导 那最后呢 就是在除了脑部本身的情况以外呢 在内科的疾病里面一个比较特殊呢 就是病人如果有所谓的这个心脏衰竭的情况 我们叫做conjective heart failure的时候呢 也很可能发生一个central sleep apnea 所以呢 各位在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这样有central sleep apnea的病人 他的呼吸的pattern呢 就会因为随着过度换气跟换气不足呢 他就会出现一个很规律的一个忽大忽小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只是过度换气呢 对病人不会产生影响 可是呢 当他这个二氧化碳过低 抑制到他的呼吸的时候呢 有时候他就停止呼吸的时间 跟他停止呼吸的这个幅度很厉害的时候呢 病人就会出现一个 sleep apnea的情况 那因为他是二氧化碳影响到呼吸中枢造成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这就是一种central sleep apnea 那这对于心脏有问题 心脏衰竭的病人来讲 这样子的一个呼吸的pattern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chain stock breathing 那中文叫做沉湿呼吸 那这样的一个chain stock breathing呢 它的表现的情况越明显呢 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病人的心脏衰竭的程度是越厉害 所以这个是跟病人心脏衰竭的严重度 还有他的死亡率在临床上面是有高度相关的 所以呢 我们针对一个 如果这个病人本来就有心脏功能不佳的问题 当他出现这个central sleep apnea的程度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就要小心 这个病人的心脏功能是在走下坡的 可能要赶快进一步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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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stupid 对 那么 有集会 私 对